有一個問題,想說服一個人來,打一個人來見我 或者應用在傳呼音,或者想幫一個人 怎樣的入手方法最好呢? 其實什麼時候入手方法最好由他的需要和他說的話 譬如他有這個需要,我們就跟他談關於這件事 譬如有時候,你兒子的情況 譬如他很願意做我的事,很想做更加好 因為我聽到你講的,他有這個情況,是很好的 或者是想上一份工作 對,沒錯,你說很欣賞你這件事 就是由他說的話入手 他說哪一件事,你就由哪一件事入手 就去想一下,如果你能夠一聽到,立即能夠說就最好 你想一下,他說這件事,他有什麼長處呢? 有什麼做得好呢? 你就由那件事欣賞他 我很開心,聽到你有這個動力 你很想能夠自己做好可以做得的事 你就欣賞他 欣賞他的時候,你也看他的反應 因為有些人就會跟著表達,有些人就不出聲 就是看一個人的 那他表達,你就跟他交流 就不要介意他談得久,說多久都不要緊 其實我們傳呼音都一樣 譬如傳呼音我們最好用一個入手的方法 就是問一些問題 或者根據他所說的東西 是令他思想的 譬如,不要用一種講完答案給你聽 這一輩子有神的,你會講完答案給他聽 用其他方法,譬如說 你有沒有想過有沒有神呢? 有沒有想過有沒有天堂呢? 那他可能會講一大番話 那就讓他講吧 然後在這一大番話裡面說 就會問他,你覺得你所想的 你覺得是肯定還是不肯定 你不要說對還是錯 好像他要證明我就是對的 你肯不肯定? 他說我都不是很肯定的 那你就了解 就是我們什麼時候無論是傳呼音 或者說服一個人 都是由他講的話 還有他的需要入手 他的需要,他最關心什麼 他最想得到什麼 或者他的困難 譬如說,你覺得有什麼困難做得到呢? 難處在哪裡呢? 可能他講得出我內心裡面有這些困難 那你那些困難呢? 你又不要給他答案了 那你有沒有想過怎樣去處理呢? 可能他說,我都想過很久都想不到 或者他說,我想過 什麼方法 那有沒有做緊呢? 他說有 做緊,但有沒有做一獨 那果效怎樣呢? 他就說出來吧 或者果效不夠好 那不夠好的話 那怎樣可以更加好呢? 用一個探索的方法 輔導都一樣的 就是我們不是這樣告訴別人 你什麼要改,什麼要改 就是人不喜歡聽的 又問他 你聽到你說的有些困難 逢家人相處的困難 那你覺得怎樣呢? 就讓他自己說一下 那你又有試過用什麼方法去處理呢? 他說,我試過怎樣 那有沒有效呢? 都不是很有效 那你覺得困難在哪裡呢? 讓他和他探索 然後可能到一點他說 我試過這個方法 當然不行 那怎麼辦呢? 他講 那你就可以回答他 那我講一下我的意見給你聽好嗎? 我講你的意見 我的意見給你聽好嗎? 因為這種方法就是交流 和尊重那個人的想法 因為當我們要說服一個人 你在這裏,他在這裏 你就這樣告訴他 你過來吧 人家不肯 讓他了解他這裏位置的困難 然後就引導他一步一步 他一步一步去到你那裏 他一步步行走 在他的情況來說 我就會覺得 問了他 我很欣賞你會有這個動力 那你覺得你做不做到? 你怕什麼呢? 你覺得你有什麼方法衝破這件事呢? 看看他有沒有什麼方法說出來 譬如他說 我都沒有信心 我又想不過又不敢 那你那時候就可以說 有一個人我見過他也挺好 他會聽到你的感覺 明白你的感覺 又可以引導你去面對這些問題 我又見過他也覺得挺好 那你想試一下見他 就是這樣來引導他 什麼時候都是 這個應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 我們想丈夫、妻子關係改善 就不要說 你經常都不聽我說話 這句話一說已經是負面 馬上沒有好反應 但是 如果我們說 你 就是 由他的需要 譬如他說 譬如他說 譬如他真的這樣說出來 有時候很難跟你溝通 我們可能立刻覺得 被冒犯了 但是 我們可以說 如果你想改善 最好方法就是 你會說 對不起 我令到你覺得 我們相處有困難 很開心 那你 你想我們將來怎麼樣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做 你覺得有些 我們可以進步的地方 我有什麼可以進步 這個就很謙卑 就是有溝通 但通常人是沒有的 通常人就會說 我搞錯 經常說我錯 是你錯了 真的不是我錯 這個是人的常情 很容易覺得被冒犯 但是我們越是謙卑 就越不讓人冒犯 OK 我有什麼改善 我改善 我盡量改善 我們都一起想一下 我們有什麼方法處理 這個探索的方法 是一個 在輔導和溝通很好的方法 就不要叫人做什麼 但是多數的父母叫孩子 你又不聽話 不讀書 你將來做乞丐 這個不單是叫他做什麼 是有指責性 批判性 是沒有什麼好後果的 反而是讓他知道 你的生命很寶貴的 神愛你的 你將來可以大大發揮的 你想不想 那你覺得你想 如果你想成為一個偉大的人 你有什麼需要做 你可以做的事情 這樣跟他說 你不要期望一下子 我以後都不玩遊戲機 他不會的 他可能去些少進步 看看他哪有進步 這個都是一個溝通的方式 要不要紅給他放這裡